今天是3月29日,星期二,今日教會禮的讀經是 厄測克爾先知書第47章1至9節和第12節 主題是先知提到,有水從聖殿中流出,所流過的地方一切都得到生命 這裏就是表達了天主的聖言,好像變成活水之中流出來 讓日著,或者是豐潤著我們的生命 約望福音第5章1至16節 這裏就表述耶穌來到耶路撒冷附近的陽門的水池旁邊 那裏治療了一個餓餓了38年患病的人 今天這兩篇讀經,若我體會到 從聖殿中流出來的活水,這裏是比較吸引好的 而這個活水又跟耶穌在福音中提到陽門的水池 那些水,讓我默觀到耶穌這份活水 其實已經變成一股來自一種愛的動力 這個活水成為主的慈悲 今天我就分享一下在默觀之中的體會 我想先知這份神事在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憧憬,這些水,天主所賜的水 藉著這個約旦海一直流,去到死海 沿著一路流,帶來很多生命 這裏是一種很美妙,很喜樂的一種景況 表達這種水流的地方,你都得到滋養,得到生命 最後去到死海,因為死海也有一種傲備,藏著很多資源 所以這裏是比喻出天主帶出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治療 對人散發多慈悲,這裏是天主所給人的一種禮物 而這個天主所給這份慈悲的主角 耶穌就以麥西亞的身份出現了,祂就在陽門的水池 讓這份慈悲心顯露出來 在這裏有什麼特別呢?我看到耶穌行很多奇蹟 不過祂在陽門水池遇到這個人,祂施行這個奇蹟有些特別 以往耶穌去治療一個人,通常都會問祂 即如祂都會問這人一樣,祂願意我為祢作什麼? 或者祂願意傳遇嗎? 在彼哥,祂治好這個核子的時候,耶穌就問祂 祂願意我為祢作什麼? 這個核子就會回答祂,給我看見 不過在陽門水池38年這個患病的人 祂好像對這句話沒什麼反應 主耶穌問祂的時間,祂願意傳遇嗎? 祂連自己的需要都說不出 祂內心只有一種埋怨 對,38年在我,我都不能動,沒有人理我 當我要叫的時間,那些人已經沖到水池那裡 我都沒有辦法成為第一個 這裡流露得出一種埋怨,一種失望 一種…連自己經過這麼多年,他自己的需要 渴望都已經變成麻木 內心只是一種生氣、怨恨、埋怨 這種情緒讓祂更加辛苦,一種絕望 一種…有種怨天猶人的一種感覺 耶穌都沒有…對祂的回應都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 雜備,或者是沒有什麼不滿的地方 耶穌看到祂這麼可憐,其實很簡單就… 就散發祂的慈悲之心 耶穌的慈悲之心就是對祂沒有要求 對一個沒有要求的人就是可憐祂 耶穌就醫好了祂 甚至乎耶穌都沒有要祂要…要發信德 沒有要祂相信祂 到最後耶穌只是在聖殿再遇到祂的時候 只是叫祂悔罪…你有罪要改過 只是提出這個悔改的要求 我相信耶穌行神職都是… 祂最大的願望都希望能夠悔改 因為悔改才是得到生命的一種最大的力量 所以…這裡看到耶穌聖殿… 聖殿親自降臨這個地方,降臨這個人間 祂是對人散發一種慈悲,一種無條件的一種私語 這個…當我… 慢慢地去回顧這個說話的時候 看回顧自己… 我們很多時候都… 都很容易判斷這個人是否值得幫 或者這個人是否… 至今墮落 或者是否這個人… 即是他都… 應有此報… 很多判斷… 當我們去… 去… 決定去愛不愛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 有這些這樣的考量 不過今天這個… 耶穌這件事件… 這個治癒… 這個患病的人的事件… 就讓我… 有一種反省… 其實… 我們最高的… 愛德的標準就是… 我們就好像效佛耶穌這個行為… 愛人沒有什麼條件… 因為有時候… 一個人去到最絕望的境況的時候… 甚至乎… 他自己的需要… 他都不知道… 耶穌就是… 無條件地… 看到他這麼可憐… 就是… 治癒了他… 所以這個… 給我一份感動… 讓我… 自己… 當我遇到一些… 同樣事件的時候… 我們… 真是少一些判斷… 發多一些的… 愛德呢… 讓我們… 真是能夠… 領受天主這份活水… 他將這份活水… 變成一份愛… 變成一份… 自己的慈悲心… 這個… 我相信… 這一份… 就是天主所真正… 流出來… 我們生命中的活水… 這個活水… 就是… 我們無條件… 去施語這份愛… 好… 今天… 我就會和大家… 分享到這裡… 今天的祈禱… 求主… 讓我們… 在這個四旬期之中… 有一份悔改的精神… 不過… 悔改… 不是… 我們施語慈悲的一個條件… 我們都… 先去… 好像耶穌那樣… 去… 去… 發… 發出這個慈悲心… 去… 先給愛… 然後呢… 就… 先… 啊… 我們… 去感動人家… 讓人家有這份悔改之心… 這個… 今天的比喻… 都讓我們看到這份邀請… 求主持給我們這份愛的能力… 讓我們… 當我們去… 和周邊人互動的時候… 都… 能夠散發出這份無條件愛的能力…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主有各位…